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你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過去的2018年的年度詞 OK,在我們談論年度詞彙之前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熱門詞彙的英文 你可以說Buzz words Buzz有表示瘋瘋聲或者人們噎噎歪歪談話的聲音 所以Buzz words也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單詞 也就是熱門詞彙 那除了用這個單詞之外呢 你也可以說trending words trend的有表示趨向或是流行的意思 trending words也就是熱門詞彙 那我們經常會說一些熱門話題啊 比如說微博上的 那這種的話我們也可以說trending topics OK,第一個是來自牛津字典 Oxford dictionary給到的年度詞彙 toxic toxic是表示有讀的意思 一直運用在社區或者是環境問題的討論中 但是現在呢 它正在慢慢地進入一些隱性的領域 像是學校、工作環境、人際關係或者是文化 比如說 Toxic working environment 有讀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 Toxic relationship 有讀的人際關係 除此之外呢 不少的政治抗議或者是政治領域也開始使用這個單字 那Toxic和Poisonous有什麼區別呢? Toxic的使用範圍更廣 Poisonous可能更多的是指物質或者是東西本身是有毒的 比如說 Poisonous snake Poisonous snake 有毒的蛇 Toxic表示使用Single use 也就是一次性使用 克林斯指出 這個單詞的使用次數自2013年以來增加了四倍 同時歐盟會議提案 2021年在歐洲所有的國家 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製品 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 這邊的話 我們也看一下2017年 克林斯給到的年度詞彙 假新聞 Fake news OK 那麼最後一個是來自Cambridge Dictionary 建橋詞典通過全球的民意調查統計出的年度詞彙 Nomophobia 這個單詞是由 No加mobile加phone再加phobia Phobia是表示恐懼症的意思 比如說 就phobia 也就是優避恐懼症 所以 Nomophobia 也就是 沒有手機你會感到恐懼的症狀 也就是 無手機恐懼症 建橋方面聲明說 從你們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出全世界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焦慮 所以我們應該賦予他這樣的一個詞彙 那我個人認為呢 手機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合理規劃好自己的上網的時間 更好的去體驗生活 提高自己的生活治療哦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贊和分享 新聞小介紹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T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